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是1997年 这两个战争其实引发的主角一样 但是我想建议这两个战争要分开思考 因为这两个战争的性格 然后参战的日本参战的人员也有一些不同 所以分开说明比较好 在日本的名称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1992年他们的年号就是文录 1997年的年号就是庆藏 所以第一个他们叫做文录之意 第二次就是庆藏之意 有的时候说文录清藏之意的说法 文录年1992、1596 清藏年96到1615年 当时的情况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风承秀姐入侵朝鲜 他没有主张我想要朝鲜 他说先要占领朝鲜 然后以朝鲜为跳板进攻民国 所以所谓的甲道入唐 唐我们在传统时代的文献里面 唐这个字代表中国 高里这个字也代表韩半岛里面的国家 他先日本的军队从那里开始 从这里福山到福山 然后走到汉城这样子 那这边使用的地图 好像时代上有一些落差 但是我们考虑版权 所以只好使用这个 所以有一些名称 跟朝鲜不符合的 但是谅解一下 我们确认一下这个地点在哪里 日本军队从福山上路 然后到汉城的时候 朝鲜国王 当时的国王是宣主 他提出要逃亡到新一州 韩半岛的最北边 想要这边 所以他的构想就是到新一州 然后向民国求援 当时民国神宗 他应朝鲜国王的请求 派军队救援朝鲜 是这样子的 但是封城修吉在丁尤灾难的时候 过世了 所以这个战争自然而然的结束 然后日本撤退军队防火 然后战争这样结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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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